作为一个小小的车工人 我虽然没有过硬的对车方面的技术这个经验 然后也不像他们粉丝那么多那么有钱 但是我绝对是正能量 我下面说的话80%以上的车工人不敢 我永远都会只宣传国产车 不会替日系德系等合资车会宣传 永远不会 我不建议购买那些车 因为他们有两点 一就是没有国产车好 就是垃圾 太多后 第二点国头家亨不能忘 永远不宣传 他们敢向我这么说 不敢 为什么 因为粉丝很多 他还结果告诉他要赚钱呢 是不是 我永远都不赚合资设计钱 无论我未来多少 他们敢向我这么说吗 我要不要利 我也要利 首先我拍视频 这个横红的这件事情 他就有利 知道吗 我拍了一年多的视频 也赚了个一百一千万万 给我回头赛一下收入 这我才十多万 以后会更多 我也可以接新途广告 但是我从来都不接那些什么合资车 这个哪也有不少给我打电话 都不接没有意义 有的钱不能赚 那个钱我嫌得早 听明白吗 无论你是什么日系 德系 还有那七八道 法系 我可以客观的说 哪个车好与不好 但是我不会替他们宣传 我不建议你们购买 我就建议你们买 一是国产 一线品牌 二线品牌的燃油车 或者是国产新的车 同样的如果国产车做的不好 我也会说 比较客观 但是我不会宣传合资 尤其是日系 然后因为我赚钱 因为我未来挣点钱 我连脸都不要 我活头鸭痕都忘了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 也奉劝那些所谓的大威傲 以技术自主的那些所谓的工资 还有那些什么网伯鼓的 不要说是因为点钱 就变成了宠阳媚外的 以前给我汉奸卖国 没有什么意义 听懂吗 所以说 赚利润 要赚一个长远的利益 咱们要考虑咱们中华民族 未来长远的大的利益 听懂才意思吗 上一个视频我说过了 一个家庭除了房子就是车 很多人买车都是贷款 然后花很多钱贷款 买了一个破车 不是这个时代 还把很多钱给这个外国人 那个给敌人送子弹 为啥呀 为什么要那么做呀 你是故意的呀 还是那个你就是傻呀 如果你就是傻 那我就告诉你 支持国产城 没错 如果你就是汉奸卖国贼 那有朝一日 一旦暂时来了 第一时间消灭你们 听清楚吗 就好吗 那是怎么回事 就好吗 我会记得 我会记得 我会记得